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哎呀 各位投资人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真的是蛮郁闷 而且蛮失望的 为什么很失望呢 昨天欧美股市 尤其欧洲股市涨翻天了 对不对 那美股也跟着涨 哇 欧美股市 国际股市涨大涨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你会想说 哎呀 今天期货大概要大涨了 对不对 但是所以很多人开盘你跑去开始去做多单了 可是各位 也是今天你一直做多单的话 会啦 小赚一点点啦 大概十几二十点而已啦 但是这样子就很多人就很郁闷啦 说 哎呀 今天这盘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哦 美股市长成那个样子 那今天台股为什么这个样子 好啦 各位喔 那今天台子期 今天台子期 为什么只长一点点 为什么长一点点 原因啦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讲这个东西 实在叫做太简单了 为什么今天台子期只长一点点 答案在哪里 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 你自己看吧 今天 对不对 老婆 我先看这一块来 来 好 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对 各位喔 你看吧 今天为国际的大户多空力道 从今天开盘到今天收盘 我请问你 你又看到什么东西 哇 跟昨天一样欸 对不对 今天从干嘛开始 大户比没有去做多哦 而是几乎都在做小空哦 只是说对 今天就来了嘛 各位喔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盘啊 不像 有没有 上个礼拜五 这个盘啊 涨翻天的原因 是这个样子 因为今天大户 就是不像上个礼拜五啊 从开盘 对不对 就强力做多啊 导播来 我们拉在上面看 所以上礼拜五 一天的时间涨得快160点上去嘛 各位喔 其实不要说今天呢 昨天也是一样啊 你看 上礼拜五台子期大涨之后 对不对 昨天礼拜也好 今天礼拜二也好 为什么这两天都是横盘 为什么都是横盘 答案通通在这个地方嘛 因为美国庆 对不对 这个独一无二的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就已经天天在告诉你啊 啊 昨天就是这样 对不对 大户没做多是做小空 今天又是一样 大户没做多又是做小空 跟昨天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呢 你看 昨天横盘 今天又是横盘 而且各位喔 这就是对不对 我在讲的嘛 每一天每一天 很多人 对不对各位喔 你做起货 我说真的啦 也许你每天都有你的看法 也许今天你因为说 今天这个盘该大涨 或今天这个盘该跌 或者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说真的各位市场 对不对 绝大多数人 每天都拆错方向 所以各位喔 如果今天啦 你从开盘开始 你期望今天的盘大涨 而今天的盘没有涨的话 那各位 那我就再跟你讲一次嘛 还是一句话 对不对 做起货很简单 重点是请你每一天 遵照为国庆 对不对 期货操作的最标准最棒的SOP 第一个都是什么东西 对啊 今天你看喔 又来咯 今天大户是在做多还是做空 嗯 今天大户做多还是做空 哎呀 今天对不对 搞了一天 原来大户今天根本都在做空 在下面 看到没有 各位喔 大户在做空 所以哪怕欧美股市大涨 今天盘就是涨不上去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各位喔 所以今天这个盘呢 如果说你一直期望说盘能够大涨的话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从开盘开始 你有看到微博信这个大户多空力道指标的话 我相信今天你在做多的时候 你的野心不会那么大 你的胃口不会那么大 你就知道哎呀 对不对 就算做多 大概转20点赶快 转个20点赶快跑 我说过了 对不对 凡是这种做多做空的力道 只要没有穿越这个白色虚线的话 都代表当天的盘 是个什么盘 什么盘 对 叫做区间盘 叫做区间盘嘛 所以各位对不对 你看今天这个盘 不管欧美股市有没有大涨 可是各位永远都脱离不了微博信 有没有 标准的SOP操作嘛 今天大户开盘 微博信大户指标一测 哇大户是做空呢 好 虽然是做空 可是呢 做空的力道 对不对 是区间的力道 还是趋势的力道 今天大户做空 可是啊 今天做空 对不对 是小空了 也就是说今天做空 可是呢 那个做空的力道 嗯 做空的力道 对不对 没有穿出去 那个白色的虚线 跟昨天一模一样 所以今天的盘 跟昨天一样 对不对 就是横盘嘛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所以呀 我说各位 哪一天的盘 你需要用拆的 我跟你跟我讲 就是因为你经常在拆盘 哎呦 今天的盘大概要大涨了 哎呦 大概要大跌了 你都是用拆的 所以呢 每一次当盘的走势 不如你的预期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很雾足 你对不对 你做多做过 你就乱乱做 然后呢 做了以后 盘式的发展 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开始在那边 哀声叹气 怪东怪西 哎呀 烂盘啊 讲了一大堆 对不对 我这根本有什么用 每一天 我说各位 这个盘 要大涨 还是要大跌 或者是盘整 我再讲一次 请你 对不对 每一天 每一天 对不对 好好的看看这个东西 我现在这个独一以外的 大多空的力道指标 盘该涨 盘该跌 大涨 还是盘整 我说各位 就这么清楚 在这个地方 你何须用猜的 我跟各位讲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七八十岁的拿工拿妈 都看懂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 你也看得懂 好了 今天对不对 就横盘嘛 可是问题是 问题今天横盘 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 今天盘中 还有一个重点 你知道什么重点吗 好 问题各位 就算今天这个盘 横盘 但是 你要做多 可不可以做 还是可以做 我说各位 你说真的了 如果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上下才多少点 才多少 才33点 对不对 今天最低点 9375 最高点 9408 各位 算一算 今天盘 才33点 但是问题来 各位 就算今天盘 才高低 33点 好了 但是我有请问你 那你今天要赚个20点 赚个30点 好了 赚不赚得到 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重点是 重点是 你今天如果要做多的话 各位 其实这个盘今天是很折腾 对不对 开盘一往上开 就给你击杀 我跟你讲 光前面这一段 很多人已经看到 晕头转向 这盘到底要涨还是要跌 对不对 怎么美股 欧美股大涨 怎么到这个样子 就开始给你击杀 杀一杀 看起来好像不涨了 就给你击杀一下 可以光是9点前后这段时间 看到很多人晕头转向 但是各位 我去问你各位 如果今天一开盘 你也被这盘搞到晕头转向的话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这一点多少 今天多少 叫做9375对不对 各位叫做9375 好 9375 那我再问你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最低点是在9375 为什么今天最低点9375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一定说不出来 你说老师 我怎么知道盘在9375 是今天最低点 对不对 问题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 键盘最低点9375的话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昨天我的节目 你看了没有 昨天大声 先进这节目 你看了没有 有看了 那最好 各位 为什么今天最低点9375 哎呀 我跟各位讲 你要赚钱 你要赚钱 我说我各位 你真的每一天 你好好地看一看 对不对 微微信的先进系统吧 好 来各位 我把这个图 我放大给你看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昨天我的节目你有看 对不对 有看最好 各位那我问你 强势预判 昨天在收盘的时候 来 各位 我们回到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问你 今天的盘最低点 为什么9375 各位 因为强势预判 强势预判 在昨天 到了昨天收盘的时候 强势预判 那个波段支撑 停留在什么地方 昨天你都看哦 要是你忘记的话 你把昨天的重拨 带你掉出来看一看 各位 昨天全台湾 起货市场上 只有微博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对不对 波上面的两个支撑 一个叫做9376 9376 各位 这是昨天收盘的位置 所以各位 你看没有 所以当今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开盘杀来杀去 可是各位 杀到那个最低点 叫做9375 其实就是打在 维国庆这个强势预判的 第一个支撑上面 就成为今天的最低点 你看懂了吗 各位 昨天已经 波段支撑 已经预测到 第一个支撑叫做9376 今天最低点 刚好打那个地方 而且往下穿一点 叫做9375 那各位 之后对不对 这盘呢 好了 就不管怎么晃 怎么晃 但是反正 对不对 如果你 如果你昨天看到我的节目 或者你昨天 你有看到强势预判 那个点位的话 或者说对不对 今天不说别的嘛 你9376 对不对 你就去做一点多单 你今天中230的 你绝对赚得到啊 但是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你的软体 昨天能够帮你预算出来 那个低点叫做9376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那些 胆功耳软体都算不出来的话 你用那些胆功耳软体 要干什么 只是每天把你搞得晕头 转向而已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你说很难缠 你说都不会涨 可是各位哦 今天这个盘 两个关键 第一个 今天这个盘呢 为什么涨不上去 我再讲一次 因为今天对不对 讲穿了嘛 今天因为维国庆 这个独威右的大货 多空力道指标 对不对 今天大货根本没做多 但是做空 做空的力道 也没有突破那个 那个白色虚线 所以今天是个盘整盘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今天对不对 今天盘整的第一点 9 3 7 5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叫做9 3 7 5 因为昨天强顺域判 已经线都停在9 3 7 6了 所以今天一打下去 打到线上 其实就打到线上 我还要穿了一点 就要今天的这一低点 对 当然维国庆 我可以把期货 做期货的软体 我已经发展到 我把它精算到 这种程度的时候 各位 你可以回头去看看 你的软体在搞些什么东西 你的软体在搞些什么东西 各位 你的软体昨天有帮你 已经计算到 今天的第一个低点 会在9 3 7 6吗 你的一定算不出来 那你用那种软体要干什么 每天对不对 只是把你搞得晕头 转身而已 杂讯一大堆 好了 那各位 所以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对不对 每一天都好 我跟各位讲 你想做期货 你想做得好 我跟各位讲 你只有去找最好的指标 来帮你 对吧 另外各位 不单是如此了 而且各位 我们回头就去看强势短波好了 其实各位 其实强势短波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这一波 一个多礼拜以来 从9100多点 这样咚咚咚咚 涨出来之后 各位 其实昨天 对不对 昨天盘中强势短波 其实也经过一次来回 但是昨天的尾盘之前 对不对 在9 3 8 6这个地方 是重新开始翻多了 所以今天这个盘 还是往上涨 涨到940几 快910那个地方去 所以还是小涨了 所以跟你讲 之后到了今时为止的话 没有新的讯号 所以各位 基本上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天的盘 你从强势短波看 对 箭头对不对 哇 看 各位 你光看的 你也看得出来 之前 从这波从9100点 开始上来的时候 哇 每天对不对 上去也是100点 下来也是快100点 这一波 两天冲了160点 可是各位 当期货大幅震荡的时候 对不对 你有没有好的指标 一样对不对 把每个大幅震荡的 那个区间 那个点位 都能够抓得到 好 就算横盘 各位横盘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指数有涨 有盘整对不对 就算一到盘整的话 对不对 只要不要乱出箭头 一下扒来扒去的话 这个地方就等它 也无妨嘛 所以各位 你这样对不对 反正对不对 不管你期货 我跟各位讲 你过去你做了多久 你用了多少软体 我不晓得了 但各位重点是对不对 如果你的软体 始终是不稳定的话 或者你的软体对不对 没有办法 向各位现在强势预判 都预算出来 那么精准的点位的话 所以各位 难怪你做 你做的云头转向 好 我们赶快把它讲完 那各位 第三个对不对 还有嘛 金融跟大货有没有同向 还有就是没 对 为什么这两天闷 就是没同向 对不对 你看昨天 最后 9386翻多以后 可是各位 问题是大货对不对 加拍摄 今天不赏脸 对不对 我把你一起来看 箭头有翻多 可是大货没做多 这也是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盘 就形成了短线横盘的原因吗 可是就是我谈的 对不对 我是各位 指数要大涨 必须对不对 一定是 要大涨 大抵要大抵 一定是箭头跟大货 两个有同向的时候 那就是盘中 对不对 最好最快的那一段 都在这个地方 好各位 我会给你一分钟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你自己看 各位 这一个多礼拜 还记得各位 打虫对不对 就是在差不多 上个礼拜 在8月10几号那个地方 这一波指数 从9100多点 开始上来以来 打虫你不用拉紧 我要对着整个看 各位你看对不对 你看嘛各位 这两天的横盘缩穿了 对不对 尤其像昨天 箭头翻多 可是大户没做多 两者不同向就横盘了 可是问题是 我们要是往前面看对不对 我们拉到三个礼拜去看的吧 上礼拜就是 上礼拜 礼拜一礼拜 就指数开始 从9100多点 开始往上涨以来 对不对 箭头翻多 大户强力做多 做多的力道 已经穿过那个白色的虚线 所以各位 第一波大涨 超过将近130点 也才不过一天多的时间 一天半的时间 箭头翻多 大户强力做多 一涨就是100多点 好 到了上个礼拜三 强势短坡 9275翻空 大户对不对 是做小多 所以盘 但是到了后来 到礼拜四的时候的话 开盘的时候 对确实那一天 杀的是比较深 你看 箭头翻空 大户没做空 难怪 上礼拜三就横盘 40多点 就跟今天几乎一模一样 箭头空 大户多 或者箭头多 大户空 两者不同项 一定就横盘 各位 判断盘式 透过一波现在指标 就这么简单 好 知道对不对 到三个礼拜四之后 9223 箭头翻多 记不记得三个礼拜五 哇 大户强力做多 一涨涨到将近160点 各位 也是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 箭头翻多 大户强力做多 两者同项 两者同项 对不对 做空两者同项 只要是能够有这种情况的话 各位 通常对不对 都是一大段 只有昨天到今天 各位 不好意思 大户掉在这个地方 那没办法 所以各位 但是问题 我也同时给你先做一个预告 但我跟你讲 这个盘啊 明天开始 进入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为什么 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你就注意了 因为箭头 昨天在9386 是翻多了 对不对 今天因为大户今天 是没做多 是做小空 所以呢 盘式横盘 那这个问题的观点就来了 那明天呢 我问你 那明天从开盘开始 8点45分开始 明天到底大户 维国际的大户指标 会测出来 到底明天开始 对不对 这些大的控盘手 到底明天要坐哪一边 各位 如果说明天呢 对不对 因为箭头已经率先翻多了 如果明天开始 对不对 他们会出现到 像上个礼拜五这种情况 我开始强力做多的话 那各位跟你讲 那闷了两天以后的话 明天开始的话 就继续往上涨 所以各位明天 对不对 维国际大户指标 多空力道指标 到底会测出来什么东西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除此之外 那各位 要是我们再去看 强势预判也是一样 那各位 因为强势预判 对不对 盘已经闷了两天了 我就顺道直接讲 因为闷了两天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样 当今天 盘式是往下收的时候 所以你要注意 明天开始这个盘 到底是 开始再往上拉 还是会跌破这个地方 造成短线的往下刹 各位整个的关键 或在这个地方出来 你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所以各位 我已经把连明天的盘 该怎么走 两个关键 我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但各位问题是 今天这个盘 做期或是很闷 是没有错 可是这个问题是 今天指数虽然说闷 可是各位 今天有些股票可不闷 通常当指数 在横盘的时候 都是什么东西 会涨得最多的时候 对小型标股 好 如果你懂这个观念的话 那我就问你 昨天各位 昨天我节目你有没有看 有看了 好那最好 各位 昨天在节目上 我还特别跟你叮你 这一波对不对 从7月中旬 股票一路跟你往下跌 跌这最深的 叫做生计股 因为被机甲拖得往下掉 但是各位你记不记得 昨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就跟你讲 可是各位 在我的先进行里面 有两档生计股 是已经出现破断买讯 第一档是什么 叫做合一 对不对 各位 我昨天在节目上 各位如果说你 我昨天的节目是你没看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重播带了 唯一 昨天真的有跟你讲这个东西 各位 我昨天有讲合一 我还跟你讲 合一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在唯一的电脑里面 已经翻出新的波段买讯 好 各位 结果对不对 不单昨天涨 今天继续涨停板 哇各位 所以你说盘闷吗 不会啦 我跟各位讲 要赚钱靠最好的方法 今天合一涨停板 哦 好厉害 对不对 那各位 打从 哎呀 回头一看 原来各位 如果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你有看到 维国圣的先进系统的话 哎呀 合一 哦 贩毒破断买讯 对不对 昨天拉低一根 今天涨停板 好厉害 各位 也不过短短三天的时间 合一已经涨了快20%了 今天基亚也有涨停 可是问题我问你各位 你敢去买基亚吗 你绝对不敢买啊 那个 对不对 那个到底要谈到什么地方 会结束 你都不晓得 但是问题是对不对 你一直想去想去追 那种基亚的涨停板 那各位 你为什么不来买合一 对不对 各位 这个是真正在波段上面 出现买进讯号的股票 而且我终于跟你讲 各位 他因为他有一个新药 大家觉得蛮有奇迹 就是说 因为他 对不对 各位你知道 因为糖尿病的病患 经常皮肤跟肉 容易裂开 所以他就专门来吃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糖尿病的 那个就是 伤口愈合的那种新药 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不对 反正 违贵性 昨天有没有给你做预告 有嘛 对不对 昨天我说 哎呀 各位 我说 升级股票 只有两档股票 有翻出破断买讯 昨天跟你合一刚讲完 今天朋友涨停板 除了这个之外 那各位 那今天志勤呢 昨天我就讲 各位 一档是合一 一档是志勤 今天志勤盘动 上个礼拜四 波段 之前三百多块钱 砂翻砂翻砂翻 可是上个礼拜四 股价对不对 越过了 有没有 这个波段的 这个下降的转折点 开始翻到最贵 今天志勤呢 虽然说没有涨停 可是盘中还涨5%多 这么高加股 这样涨 是很厉害的 各位 期货也好 股票也好 每个都印证给你看 怎么样 你的软体做得到吗 所以跟各位讲 各位 时间关系 我赶快先奉劝你 我跟你讲 我是一直给你讲 很重要的观念 我就是各位 不管你做期货也好 你做股票也好 对不对 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软体 也有期货的软体 也有股票软体 但是我跟各位鸟说过 可是市面上一般的软体 都叫做半套软体 什么叫半套软体 因为市面上一般的软体 对不对 做期货的 它主要是针对期货的部分 做股票 它是针对股票的部分 但重点是 各位 问题是各位 一档各位 真正完整的炒盘软体 必须是期货跟股票 对不对 都能有好的买卖点 而且能够告诉你 这个股票 这个期货到底是 未来是怎么样 怎么样各位 这才一个真正 真正完整的 一个好的炒盘软体 你的软体 你的是半套软体 还什么软体 你自己好地想一想吧 好 我们更多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表演 但其实我更热爱运动 教育部体育署 宪政大力提倡全民运动 并积极推动各项 辩民政策与设施 县市乡镇球类竞赛 让你做回运动感觉 免费体势能检测服务 让你注意体势能状况 9月9号 全台公共运动设施 免费提供民众使用 运动99 健康99 体育署邀你一起来运动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金空调 Global No.1 极致的创作 杜老爷旷世其派 卡布其诺 一样挑水果啊 在地的 便宜又新鲜 挑衣服啊 挑牛肉啊 这是要怎么挑啊 妈 挑4G手机啊 就是要挑电信专家 远传推的 超高规格 只要一半价格 内行的都知道 远传4G Smart打人机 专家也选高贵不贵 只给最挑的你 挑4G手机啊 就是要挑远传Smart系列 搭配远传4G绝配方案 上网吃到宝 不限速 Smart手机只要0元 这个夏天 极东乐园最好玩 门票圣证热卖中 欢迎回到这个节目现场了 接下来请这位老师 就明天的这个行情 稍微做一些预判 好 那各位 其实上一集 我大概跟各位稍微提到 就是说 这个盘我刚刚讲 我上一集讲说 已经进入一个短线的关键期 为什么进入短线的关键期 很简单 因为这个盘对不对 已经横盘两天了 横盘两天了 那各位 尤其今天的尾盘 其实是往下压 所以各位 所以明天开始 站在强势预判的角度看 那明天对不对 基本上从最短线角度看的话 这个地方不能再跌破 也就是说 明天开始这个盘 如果说这个地方 还守得住的话 代表说多头还算强势 那你不要去乱做空 但重点是 如果明天开盘以后 这个地方假如被跌破的话 那各位 代表说对不对 短线的空头力道 慢慢会再转强 这个你要注意 但这个重点是 因为从强势预判 这个短线角度看的话 是这个样子没有错 但是各位 问题是 回到比较长 从波段的角度看的话 假如说一旦 这个地方被跌破的话 那往下去的话 注意一下 下面有波段的支撑 在这两个地方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关键所在 我希望你能够及早知道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问题是各位 除了对不对 明天几个关键的点数 全市与盘早都算出来之外 那这个问题是各位 重点是 我再讲一次各位 今天这个盘 虽然说是很闷 什么有错 但是各位问题是 一天闷两天闷 不打紧了对不对 行情反正有涨有跌 有盘整 但是重点是各位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你自己看 这个盘从上个礼拜一 也就是说整个 对不对 整个大盘从9100多点附近 谈到今天 来到9400各位 这一波一谈 对不对 也谈了不少点 但这个问题是 这从上个礼拜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那各位 问题是你呢 你做期货 对不对 你赚了多少钱 但是反而来看看各位 对不对 我相信我的节目 这个节目你看 不止一个多礼拜了吧 问题是对不对 从上个礼拜 指数从9100多点 到今天为止 各位对不对 强势短坡 也不过区区的几个箭头 有没有 把每一个 每一波每一波的高低点 抓得清清楚楚 而且各位 这样来到回 透过箭头的转折 来到回 对不对 指数已经将近快400点了 问题是 这个多礼拜以来 那你呢 你的软体 又帮你赚到多少点 你自己最清楚 而且各位 我说重点是说 当这一两天 盘势对不对 比较闷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其实期货闷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其实我一直跟很多 投资讲个观念 我说各位 我不是一再讲 各位 尤其你资金比较大的话 对不对 我说我建议你各位 你把期货 当成一档股票来操作 怎么说呢 当行情波动 大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你自己看 以强势短阔来讲的话 从上个礼拜一 到今天这个礼拜二的时间 各位 才一个多礼拜 对不对 各位 指数已经来回 抓了快400点了 各位 400点 我跟各位讲 期货的400点 几乎就是一口赚一口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什么 叫做一口赚一口 代表说 各位 你的获利 在一个多礼拜 已经将近快要一倍了 我问你各位 任何一档股票 一个礼拜 可以帮你赚一倍 对吗 没有 所以各位 这就是对不对 期货 在波动大的时候的话 它的获利速度 绝对比股票 快很多的原因 大家就说 对不对 你把 当年来的股票来操作 但是问题是 当行情处于 比较闷的横盘的 阶段的话 期货对不对 说真的 难以施展 只能够眼睛等着看而已 问题是 在这种阶段里面的时候 确实很多的小型标普 对不对 开始标给你看的时候 所以各位 今天合一 对不对 再一根涨停板 所以各位 我记得说 尤其当你资金比较大的时候 对不对 你如何能够 把股票跟期货 一起那样动共同的操作 所以我才会 对不对 怎么样一套 能够把 股票跟股票 对不对 都能够抓到 好的半年 不可能的财献 这晚会 这样的谢谢各位 好 更多的分析 锁定明天节目 我说也挺感谢 收看了 我们再会